每到年底就是射擊遊戲的旺季 各家 3A 級作品都選在這個檔期推出 今年更是多款大作連發 老字號 COD 系列也不例外 今年度最新的《決勝時刻無盡戰爭》 也在上週推出正式加入戰局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COD 系列的最新作 《決勝時刻無盡戰爭》 繼去年推出的《黑色行動 3 》之後 再度以未來戰爭為主題 不同的是這次玩家在遊戲中 不再是以地球為主戰場 而是要前進宇宙 打遍整個太陽系 最新《無盡戰爭》的劇情 描述地球聯軍與宇宙殖民地陣線之間 長達數十年的爭端 主角雷耶斯是地球軍戰艦復仇號上 戰機中隊的隊長 因為殖民地陣線一場突如其來的偷襲 讓地球軍原本壯身的艦隊 轉眼之間被摧毀殆盡 主角隸屬的復仇號更失去了指揮官 雷耶斯臨為壽命接掌艦長的位置 要帶領全艦的官兵挺身作戰 對來犯的敵人歡迎顏色 從宇宙打回地球 《無盡戰爭》的玩法相當的特別 有別於以往 COD 系列一線到底的劇情 這代更偏向RPG 的模式 除了故事的主線任務之外 還有各種登陸作戰 戰機攻擊等支線任務可以挑戰 身為艦長 玩家將從復仇號的劍橋控制台 選擇要執行的任務 再到軍械庫整裝一番 搭上帥氣的宇宙戰機出擊 戰役的內容結合了傳統的射擊 和超炫的宇宙空戰 前一刻還在敵人基地火拚 下一秒跳上戰機 和敵人在戰艦殘骸中玩命追逐 快節奏的戰鬥絕對讓玩家目不暇急喔 史詩級芳博的劇情 深入地底上達太空的戰場 超光速的快節奏對戰 全都在決勝時刻無盡戰爭中 喜歡射擊遊戲的玩家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